現在來參與我們監督公民總統國二聯盟 跟其他團體的公開記者會 那首先我們先請我們公民監督國二聯盟執行長來說明 怎樣的記者會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這個記者會 我們大概是公民監督國二聯盟 還有我們是公民覺醒聯盟 然後還有就是G01的夥伴 不過他們今天臨時有事情 沒有辦法過來 那我們大概當時我們這三個團體 就覺得說 現在的一些公民覺醒的部分 從不同面向去做一些處理 那其中有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塊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談到 有關我們政府一直在強調的這些陽光的法案 這些陽光及司法的部分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政治獻金法 那之前G01也為了這個事情 他們寫了一個程式 然後希望號召民眾 然後先找幾個標的這些立法委員 希望把他們的一些資訊來揭露 我們發現實際上去執行才發現 現在的法規是非常的荒謬跟荒唐的 所以讓我們在相關的這些內容的部分 我們認為都沒有辦法很清楚的可以去做這些揭露 也產生非常多的問題喔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的政治獻金法 基本上是一個無恥的政治獻金法 不能達到實質上的一些運作的一些效果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的糟糕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 我們有幾位的到現場參與記者會的這些夥伴 我們待會請他們來說明 那第一位是我們綠黨的中指委 也是律師溫如斌先生 那另外是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的助理教授羅成忠羅老師 那另外公民覺醒聯盟的王熙 還有我們公督盟的政策部主任賴建華 那我想政治獻金法的問題非常多 我想我們就請我們其他幾位的朋友 先來做一下說明 那要說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把牌子就拿起來 等一下媒體朋友會比較好拍 我們就是拿著來講話 那首先我們就請我們羅成忠老師 謝謝洪林兄 各位記者先生媒體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基本上我想講一個簡單的概念就是說 每一個人的帳本 每一個人的銀行帳號 沒有人喜歡被看 因為那是我們詩人的事情 但是政治人物的帳本 政治人物的銀行帳號 為什麼我們公民想要知道 是因為說我們想要透過那個他的資金的往來來看到說 他心子之權的時候是不是公正客觀無私 所以在這一點的話 國建立了這樣的一個政治獻金的相關的查會規範 其實像我們這一些學界的老師 我們常常在跟中國學者交流的時候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念憲法行政法的話 往往我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會有一種小優越感 因為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我們 當他們談到說他們的政治人物 中國的政治人物的 縣的那些資金是很黑暗的時候 是很不陽光不透明的時候的話呢 我們台灣的學者可以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我們台灣有這一部政治獻金法 可以讓我們知道我們政治人物的資金往來的動態 所以從這一點來看的話呢 其實這幾年至少對我們學界而言 這個我們跟中國學者在比較的時候 我們有點小小的優越感 但是呢我們發現說這幾年來 尤其是像我們這一次記者會談的這個 2008年以後呢 這個緊縮的這個傾向的話呢 反而說我們覺得我們的法律在改惡 其實什麼叫改惡就是改善的相對嘛 改善是越變越好 改惡是越變越差 本來呢我們可以看到細目的 現在就只有給我們一個很粗略的表 那這樣一個粗略的表的話呢 對於我們來講的話呢 任何的公民在網路上看 你看不出什麼來 當然的話呢在法律上面 我們可以走到監察院裡面 去登記然後來去查案資料 可是呢其實因為他在台北嘛 那我們全台灣的那麼多的人呢 想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要很辛苦的來台北這樣子掛號 那其實這樣東西的話呢 尤其在網路的時代 其實直接放上網就好了 但是我們很不能理解的是 2008年2月的時候 行政院提出了這樣一個草案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當然它是一個歷史的一個工業 我們也不去苛責說哪個政黨對哪個錯哪個錯 但是所謂政治呢就是說 昨天犯的錯今天可以更正 那叫做政治嘛 而且它可以從好的方向發展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先第一個時間 請結婚黨的呼籲就是說呢 希望說呢 我們的立法院或者是我們這個監委 在這次上去了以後的話 能夠正視這個問題 然後呢能夠去把這樣的一個 本來被 本來一個比較好的法律 被改惡的法律呢 把它重新回復到更透明更陽光 如果不這樣的話呢 像我們這次行動的訴求就是說 我們這邊要 佔領監察院 但是所謂這個佔領 各位也不要 有誤會 我們佔領是說呢 乖乖的進去排隊印資料 然後呢 你進來說呢 你不讓我們把它放上網的話 那我們就去印資料 把我們印好的資料放上網 尤其是說呢 我們今天的活動有 G&B的朋友 那G&B的朋友的話呢 他是一個致力於讓我們台灣 預算透明化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公民團體 所以說希望說呢 今天行政機關 還有今天的監察院呢 能夠聽到我們的呼籲 讓我們台灣的這樣的一個 陽光法案呢 不要往回走 陽光就應該更陽光 而不是更黑暗 我想簡單報告到此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請我們 公民覺醒聯盟的王熙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其實 我想公民覺醒聯盟 或是我們公民198 一直以來 都是本著一個 就是反對黑箱 公開透明 以及全民監督的 這樣一個理念 所以我們才會有 舉行 就是進行一個 像古會料理兵團的一個活動 那當然也就致力於 讓國會可以更透明 讓國會裡頭 所有的立委的一些表現 可以讓大家看到 那我想現在立法院裡面 正在審查 就是兼監委一些人事案 那我們其實可以了解到 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一樣 這樣的一個情形 監察院 他負起因的責任 其實就是監督所有官署 以及所有的官員 他們的一些表現 那我想政治現金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可以讓 這些政治人物的表現 他背後 像其實剛剛前面 老師說的非常好 他們背後的一些政治利益 或是一些 一些可能一些利益的一些關係 可以讓大家揭露出來 那像GinV臨時政府的朋友 也都已經一直之語這件事情 甚至已經用人工的方式 慢慢一比一比 但是我們發現 在我們已經 現在都已經進入到21世界 我們卻還有很多的一些 在立法院啊 監察院啊 包含像立法院的龐丁 包含像那個監察院 像這一次查閱這些政治現金的辦法 都是非常老舊的 非常 非常不合時宜的一些規定 那像這種甚至是要用讓人 來一比一比來自己記下來 或是說 甚至用腦力去強制 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 今天既然監察院 他在被這個審議當中 他就被審議他的人事案當中 他就應該負起這個責任 他應該自己 自己來去呼籲 自己來去那個想辦法 讓這個法案讓他更開放 如果不能做到的話 我們今天呼籲占領監察院 我們這號召所有的網友 一起來做占領監察院的行動 事實上是政府你不肯做的 我們就來自己做 這是我們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訴求 那接下來我們請問 就是文武斌律師 大家早安 我今天來了幾個身份 一個是公民 台灣的公民 我在台灣已經37年 但是當公民才有11年 那另外一個身份是代表 全球綠人台灣自由會 那是一個跟台灣綠黨 很明確的配合的一個團體 一個民間團體 那我們也是一直要推動 那個參與式民族 那所謂的參與式民族 就是民間有足夠的資訊 有即時有正確的有完整的資訊 才能夠真正的有意義的 來實踐這個國家的民族 可以來參與 那民間能夠參與才是民族 所以我們現在是 當然是有一部分的 是一定要有分那個階段或是分那個 大義式的民族 那這個是不能避免的 那這個是不能避免的 但是民間的最終的 他需要有完整的資訊 他才可以知道我們選的這些人他們在做什麼 英文有一句話叫做 Ignorance is bliss 就是無知就是福氣 那平常講這句話就是有半開玩笑說 我不知道我就很快樂 但是事實上那句話我想在今天的這個意涵 就是說民眾的無知就是那些官員的福氣 其實他們做的他們的出發點就是這樣子 能夠少給的資訊 少給的資料就少給 我當官評委員兩年也知道 這個資訊我們開始挖出來 這個開發單位或是政府機關 或是那個背後的那個民意代表 他們都跟這些開發的那個關係很密切 然後就是很關心 為什麼 因為那些政治現金就是來自這些開發單位 所以我們想說這個政治現金很奇怪 那個監察院你要讓民眾有這個資訊 其實你們會更輕鬆 所以我們是想說這個這次的活動 它意義就是在於那個民眾 民眾是你選一個你投票之後 你那個真正的那個國民的那個責任開始 你就是要監督 但是你沒有辦法知道這些資金來源 或是這些關係的話 那就是無從監督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也是在呼籲那個 新來的那個監察委員 你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承諾 就是你要上任的話 你就會很積極的去推動這個資訊公開 就是其實對坦白講 這是會讓你們上任之後也會比較輕鬆 那再來呢 我們今天也是要呼籲這個立委 你要如果要讓這些新的也被推薦的那個監委有通過的話 你這個應該也有承諾 你就會要求那個所有的資訊要非常方便 所以公開是不夠了 因為如果是太公開資訊太多了 你沒有辦法取得 其實等於跟沒有公開 或是可能比公開還要糟糕 所以就是有部分的資訊 政府一天到晚都可以做宣傳 但是他們不想讓民眾知道的 就是很難取得 所以我們這個是要求立法委員 應該是好好推動那個資訊公開 那我想我今天先講到這邊 那如果需要補充我們再補充一下 我想我們再次說明 因為政府的連政 至少政府來講一直引以為好 是一個他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如果他提到他的歷史定位 當然就是所謂的連政 他的陽光法案我們現在來檢視 不管遊說法 不管我們看到的政治現金法 或者是公職員的財產申報法 等等這些法案 我們看起來現在在落實的部分 並沒有減少這些貪污腐敗的事情 不斷的發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嚴重的 做一個檢討的指標 我們現在看到的政治現金法 尤其嚴重的已經變成是 這些政治人物貪污除罪的 重要的保障法案 我必須再強調 我們現在的政治現金法 已經變成這些貪污政客的 重要的儲罪法條 來保障他們 變成他們的護身符 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今天提到的申報 只是在後端 怎麼樣去做資料的呈現 我們的政府 連個簡單資料的呈現的方法 都還要公民去排隊去佔領 去一一把這些資料給引印出來 我們就是非常荒謬的 監察院一年 我們四十多億 花我們四十多億的錢 如果不管是 要卸任的這些監委 他們不提出這些良心的建議 去解決這些問題 或者是新任的監委 他們沒有辦法做這樣的承諾 我們要求立法委員應該要拒絕 這些橡皮圖章的監委上任 我們再強調 如果這些監察委員沒有辦法來行使承諾 連最簡單的資料公開 讓全民翻遍去查詢的方式 來做都做不到的話 我們認為這些監委根本不應該上任 我們的監察院就在台北 對於東部 對於南部的朋友 他們想要知道他們自己所在地的政治人物的政治現金 既然還要花車票 大老遠的跑來台北引印 這有道理嗎 我覺得各縣市的民眾應該要來抗議啊 這不就是我們所謂的天龍國的法條嗎 這個只允許台北的人方便的來引印資料 對於所有外縣市的夥伴來講 他既然要了解他們的公僕 所承報的這些政治現金的狀況 還必須要親自北上過來 我們現在政府只公布最後一張明細總表 所有的細節 我不是說魔鬼都藏在細節當中 這些卻沒有辦法去找到 另外一個更嚴重的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連最簡單的公布形式都做不到 更不用講這個政治現金只是圖具形式 我們現在看到的不管是過去的靈異市 或者是我們所看到現在的黃錦泰 所有的部分他們最容易現在 現在因為他脫罪的方法就是 這是政治現金 因為我們的政治現金的法規是非常的低的 只要甚至罰款就好了 所以這已經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我們也看到現在有執政黨的立委 甚至在修改政治現金法 過去政治現金對於所謂的外國的資金 是有嚴謹的規範的 雖然他也沒什麼罰則 但是呢我們既然有立委已經提案 希望修改法規未來的政治人物 這些候選人如果拿到國外的錢 甚至拿到中國的錢 既然是無罪的只要把拿到的錢返還就好了 這就是我們這些政治人物 這些政客現在正在做的勾盪 所以我們在強調現在的政治現金法 已經變成是他們這些政客 這些貪污政客的重要的儲罪保障的法案 我覺得這是我們台灣民主政治的一個災難 所以我們要求這些政治現金法相關的法規 請我們立法委員跟我們的監察委員 必須承諾盡數來檢討 制定一個真的有牙齒可以去規範的一個法條 另外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立法委員 請嚴審這支監委的針對這些有關陽光公益的 這些相關的法案 必須要有遠見 必須要有想法 我想這個事情 雖然攸關立法委員本身 因為當監院真的好好的辦 也有牙齒的角色 也就是這些立委他要緊張的時候 但這時候就是讓我們來檢視 台灣的分權分立 這種五權分立的制度是否合一 我覺得值得來思考 另外剛剛我們有團體已經提到了 我們相信這些政治人物是不可能這麼乖 就馬上就犯了 我們要求台灣的政治 台灣的民主法治是沒有空窗期的 台灣是每天都需要有陽光的 所以在這些政客還沒有提出善意 來做這些法規的修正之前 我們要求我們也請求我們也拜託 我們的公民一起站出來 來佔領我們的監察院 我們一起影印來救台灣 我們只能用這種最笨的方法 最無奈的方式 要花我們的車錢 要花我們的時間 還要加花我們的影印錢 一個拿了我們40多億的一個單位 既然還要我們自己掏腰包來影印資料 影印的資料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還要重新打字上網輸入 有這樣的政府 這樣子在折磨我們的民眾嗎 我想這樣的政府 如果還是用這麼狂妄的 用這麼樣的一個荒唐的方式在執政 我相信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終要被淘汰 我想這是我們今天很重要的一個訴求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那我們也會持續 針對這些監察院有關公開的部分 我們接下來我們還是會在這一周 會持續來做一些呼籲跟關心 我們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公民朋友 可以站出來來做一些支持 那這樣還是什麼 好 那最後我們就是不是呼個口號一下 好 修改五齒政治先進法 修改五齒政治先進法 拒絕圖章監委上任 拒絕圖章監委上任 全民佔領監察院影印救台灣 全民佔領監察院影印救台灣 修改五齒政治先進法 修改五齒政治先進法 拒絕圖章監委上任 拒絕圖章監委上任 占領監察院影印救台灣 占領監察院影印救台灣 那不知道媒體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就謝謝大家 謝謝